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谢谢您的鼓励 24位女生对肖音的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这个成绩是不是特别让人高兴 你可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跟你周围所有的哥们说 你知道吗 你跟到我上边的时候24位男生 这比较意外 对 这是一个你可以长时间吹牛的一个资本 要换了我就会 换了我 我记得您有一期是亮了极限灯来了 您也试过一回 你羞辱我 来 直接看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肖音 我现在在一家地铁运营公司工作 我的职位是商务专员 有一句俗话叫出门要趁早 我相信一个男人成功一定要提脚做准备 所以当高考结束之后 有三个月的时间 当别人聚会来放松 玩旅游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我的打工经历 然后到大学呢 我又去做餐饮类的兼职 差不多得有七八份左右 我从中学到了不少 男人接物的礼仪 也学到一些商业社会的一些规则 为今后的成功做一些准备 我觉得人生要先奋斗后享受 我如果用一年的时间做别人两年的事情 我可以更快地坚信成功 更快地去享受生活 我生活中的朋友说我像奋斗里的娃子 或者是像男 但我觉得我和他们长得都不像 我觉得我更像是他们这种奋斗的精神 也希望在场儿子的家里 能喜欢我这种奋斗男生 这是一个奋斗歌是吧 13号 那你把你自己比作那个像男或者华色 那你是想找一个杨晓云还是米莱呢 我更想找那个杨晓云那样的娇小可人的 谢谢 你觉得他在说你是吗 娇小可人的 没有 因为 对 那个他们都说我最像杨晓云 那正好 正好 好 正好 11号 我觉得你比像男跟华指都好看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在北京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吗 我们是一个事业单位 应该来说是比较稳定了 好谢谢 你说以前人生要就是人生要先奋斗后享受 如果我现在用一年的时间干别人两年的活 我就可以提早达到我要的那个享受 对吧 对可以这么说 你估量过你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吧 我觉得应该是男人在30岁之前把失业还有家庭都稳定了 一般这样讲的人会有两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就是他根本实现不了这个目标 第二种结局更加悲惨 小兄弟 那就是当他达到了他的目标以后 他根本停止不了他奋斗的步伐 他会继续不停的去干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阶级 其实这世界上这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 你说你我一年做两年的工作我可以比别人早一步享受 你一当你享受的时候别人又追上来了 那又如何是好呢 七八年的时候存100万现在就剩15万了 你以为30岁退休40岁就还可以过30岁的日子吗 黄老师说的那个话我特别特别有感受 在我2023岁的时候我在想 别说让我挣100万我这一辈子都可能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认识一个有100万的人 可是没过多久 中国老百姓都发现了100万 在中国今天的二线城市就是一个 还不知道能不能有一个普通的三军事 同时你今天想我30岁我能奋斗到的结果 可能到了那结果的时候 你完全都会麻木掉 你根本就不觉得你实现了任何事情 好 来看下一条短片 我呢比较不能接受中性的女孩 我觉得跟她站在一起 别人会怀疑我定位有问题 我比较喜欢有女人味的女孩 从外形上来讲呢 原来有一个Olympus数码相机的广告 然后那个女孩 会让我怀然心动 从性格上来讲 我可能接受《呼噜梦》里的薛宝钗 比较古典 还比较有细节 生活中呢我是一个喜欢提前规划的人 这次上《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我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详细到台上女嘉宾的背景资料 主持人的习惯特点 还有专家的一些西地的语言 我都提醒进行了收集 甚至详细到厂家一些工作员的工作特点 我也进行了了解 一边跟他们更好的沟通 我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我希望我的诚意 能打中在场的女嘉宾 十一号 我想问一下你喜欢生活中 有点小野蛮的女孩吗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女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其实挺有女人味的 谢谢 就是女孩跟你说着说着 三个不来就给你耳光 这有女人味 是小野蛮不是大野蛮 小野蛮比较会过日子 这盗梦空间 我花了70块钱买票 他38块钱买两张票 还能加10块钱买爆米花 会过日子又能享受生活 各位女嘉宾可以好好考虑 小野这个人 有一个连火星人都知道的话习惯 那就是吃饭太慢 经常是我们大伙等着他 瞪着他 左36下右36下 一定要把他做得利的 给那团饭嚼盛烂泥才肯咽下去 跟我们说 这每嚼38次才能往上咽 才是最健康的方式 我们觉得身体这么棒 你那小伙有必要怎么样 像这样吃下去 很热得活到12岁了 我觉得吃饭慢是一个好习惯 我觉得你应该保持 从营养学上说 吃饭太快特别容易胖 这是营养学家告诉我的 一顿饭一个男人 不能低于15分钟吃完 我经常是5分钟就吃完 所以问题很大 这是好习惯啊 不要介意这事 三条短片以后 最后一次提问机会 11号 因为我吃饭也比较慢 然后如果男嘉宾也比较慢 我觉得比较合适 20号最后一个问题 我第一啊 我比较喜欢淡眼皮的男生 第二 那个 我是小钱节俭 大钱不节俭 那个 希望 那个 能笑呢 好 好 这个词用得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全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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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的是 唱品变掉一点的回来 有请 11号 20号 嗯 我们来看一看 萧音的心动女生是 好 又是这种浪漫的事情发生了 好 哎 11号捂着嘴 想抽头乐还是什么 开心 开心 好 来 两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择一下 继续了解 我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 来看两个女生的情况是 20号 单亲家庭 父亲哥哥都是个体经营 蓝显丽是父母 都是私营业主 好了 选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我想问 我觉得从恋爱到结婚 然后你觉得这个多长时间 会比较合适 或者说到了什么状态 两个人就可以结婚 我认为是两年到三年 因为谈太久的 几乎结婚的距离也很少 两个人都认为是试婚的状态 完了之后 到了彼此已经彼此相爱的一种地步 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大家走到一起 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 蓝显丽 我觉得没有时间限制的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开心 然后互相彼此都比较爱对方的话 随时都可以结婚 好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你的选择是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我的心动女生 恭喜你们 恭喜女嘉宾 获得了 由奥克特别顺座的水 剪走为太继续练 你再见 真是没有想到的这种结果 当时我当时最后还上散散灯的时候 发现蓝显丽的灯还亮了 我真的心情特别激动 就好比当年看见了奥林巴斯女孩一样 我觉得她就像我之前喜欢的那种花样美兰 然后我看到她第一眼我就觉得很心动 所以我就一直把灯留到最后 去夏威夷我很期待 我希望你多到A几套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原来是学摄影的 我会好好给你做青春纪念餐 让你的少女儿